那么这连锁反应与持久影响是什么 是否这才是日方的底牌呢 那么既然要推进所谓的海外军事打击能力建设 那么首先当然就是要确保日本自卫队的打击能力和尖端5倍 那么就5倍来说包括可以高精度侦测导弹发射的情报卫星 可以凭精确制导方式打击敌方导弹以及雷达系统的战机和反导系统 那么这种战机要具备低飞 能够躲避雷达侦测的远程奔袭的打击能力 那么这样一种能力当然会大幅推高日本的军费支出 甚至也会令加速自卫队的组织和军力调整 那么防务预算头像它的分配和改变也会进行重整 那么甚至这样一种重整还会引发在美日军事同盟内部的一种角色和定位分工上的重整 那么就现阶段来说 美国它在军事同盟内部还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那么承担攻击性的任务 而日本自卫队实际上则是扮演一个配角 扮演大多的是这种防卫性的角色 那么这样一种过程 当然就是对日本现行和平宪法中所谓专守防卫原则的一个突破 那么安倍练资再资所谓修宪立军的目标 实际上也就到时也就会自然实现了 好的 非常感谢管先生 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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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